也不知道是因为有点紧张吗 还是因为在我站在这台前的时候 神让我做见证的时候我感到激动 反正心里面还是有点哭风跳的感觉 那我今天想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一段 我这段时间神在我生命的 属灵生命中给我的一段心路历程 那我在分享的时候 我也想给我这个分享 用了一个题目叫做 主啊 当我看见你的手 我愿意与你同行 我是一个信主九年的基督徒 那么在这九年的过程中 我曾经无数次经历 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 使得我成为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 我对主的渴慕是那种非常的渴慕 所以我一直也渴慕着一个 神为我预备的一个属灵的教会 一个让我和一个教会能一起成长的教会 所以我一直在寻寻觅觅 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是在Boston 那个时候我从Boston到今天的纽约 我带到了这个教会 当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 我参与这些老年组的这些 一兄姐妹的这些活动 我参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group的这样的activity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被感动 我的心就被深深地摸着 真的让我感到我走过那么多的教会 这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教会 它充满了爱 这种爱是那么的真实 也让我能够从真理的角度来看这个教会 因为这个教会是有真理和圣人两个翅膀 一起飞的教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其他的教会 但是我的感受真的是这样 所以当我看到以后 我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 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教会 真的我用心去爱上了这个教会 我也爱牧师 因为真是感到这个牧师 是我心中就是想的这个牧师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真的 于是我就很快就投入到了 这个教会的生活以及侍奉中 然后神的喜乐也天天充满我和我的家 但是我今天在这里 非常坦白地跟大家说 我记得一段新闻历程 当今年的六月份 当教会提出来要建堂的时候 我的心一下子从 好像一个从光明的一个地方 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 一向落到了谷底 我好像一向地陷到了迷茫中 可能大家不知道 因为我去过很多很多的教会 我曾经经历过建堂 而在那样的一个建堂 或木屋的一个建堂 那样的一个事工中 我非常投入地去 去为这个建堂去摆上了自己 然后为他们近视祷告 然后就凭着信心去宣告 然后去投入一切的侍奉 可是最后的结果是 你失败到终 然后那段时间 真的在我的心里里面 给我很大的创伤 然后让我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挫败 所以当这次牧师说 你收到了神的异象 说这是一个从天上来的异象 是神给我们这块应许之地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 都已经凭着一个单纯的心 都已经回应起来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办法回应 作为一个老基督徒 我只能表现得 好像我没有去 表现出来我都无法回应 但是我的内心 其实非常非常的挣扎 因为我不愿意再看到 那样一个失败 在这个教会 尤其当我看到 当35万的木块 已经捐出去的时候 不知道那个钱从哪里来 这印象到底是不是 我自己没有明白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的挣扎 我说主啊 你是不是又让我换教会了 我心里容易没有平安呢 我又想换教会了 但是真的感谢主 我是一个爱祷告的基督徒 每当我遇到困惑的时候 我知道我没有答案的时候 我知道 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理的时候 我就来祷告 从那天开始 我就每天跪在神的面前祷告 我来寻求 我有的时候一祷告就会在那两个小时 等候神的心意 主啊我要知道 我要明白 为什么我今天心里这么不安 为什么我今天到底是怎么 是怎么样 我没有看到你的手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 因为每个人都还那么多的书宗 到哪里去拿这个钱 我心里就会不安 真的感谢主 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 他曾经跟我们说 算是真心寻求他的 恳切寻求他 他一定要向你显明他自己 哈利路呀 就在我寻求了一段时间以后 在一天突然之间 我在等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神的圣灵对我说话 神给了我四个字 四个字 这个四个字足以回答我的困惑 这个四个字就是 合一和顺服 当我得到这个意象以后 我心里真的就像亮光 一下子进到我的里面来 真的在我们看到 无论你是多么的坚持 你自己的想法 无论你经历过多少失败 在今天教会 建堂那个事工里面 合一是多么的重要 是多么的是神的心意 他让我来顺服牧师的带领 顺服牧师的意向 就让我 他没有直接来回答我 是不是这个从他来的 但是他说让我顺服 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真理 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里 应该有这两样 基要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知道 所以我选择顺服 然后那天我非常地兴奋 我当我得到这个亮光以后 我就给那个 一个很close的姐妹 站在这里 那个小女姐妹 发了一个短信 我告诉她 我好高兴 神这么智慧地回答了我的困惑 我非常非常地兴奋 那天从那天开始 我就真的开始领受到 神就一点点再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慢慢地再领受到 这真的是从神来的启示了 真的是神 把这个意向交在目视的心里 我真的就开始 遮蔽我自己的眼光 那一系列 我在脑子里画了一系列的问号 哇 是吗 是你吗 主 是你吗 真的吗 这些问号 在我脑子里慢慢地在缩小 我真的慢慢地开始相信了 可是我虽然相信了 但是我却没有真正地能够积极回应 原因是那段时间 我在我的家庭生活中 以及我的工作中 遇到了很大很大的麻烦 直到现在 我还背了一个五个月 还悬而未决的车祸的案子 压得我头部过起来 然后那种害怕和恐惧 让我天天地真的活在一种 只能活在自己的里面 因为我真的怕那种事情会发生 然后我就会倾家大产 我非常大的压力 是我根本都没有办法 即便是我认识到的 这是神的代理 但是我却没有能力 去引过你到这种事 中里面来 我本身是一个媒体施工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工 但是我却非常非常的软弱 我经常是没有力量来站起来 然后我那段时间的祷告 生活只有为我自己祷告 我希望主里能强壮我的心 让我能够强壮一些 然后突然有一天 神做事很奇妙 是我没有想到 有一天萧牧师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要修车 牧师我没有跟你商量 做这个见证 他说他要修车 因为我的先生是在汽车配件 做这种汽车配件的工作 所以他说他要买一些 便宜的汽车配件 把那车修 我说你干嘛 他说我要健康 把我的车卖了 丁文姐妹都听到你上床 他就挂了电话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于是在那一瞳瞬间 我就想到我们的盘牧师 一个年轻七星的老人 为了教会的健康 拼着信心 把一辈子养生钱都分献给了教会 我的心不能不被感动 我的心真的不能不被感动 于是我扑通的一下 归在神的面前说 我说主 主我我实在是羞愧 我实在是羞愧主 虽然我现在面临了很大的压力 我不能做什么 但是好像我想一个局外人 我好像不是这个家里的一员 我好像不是 我甚至在这个过程中 我都曾经想离开教会 我曾经想换一个教会 亲近的教会 我曾经问神说 主我要不要离开 主对我说 现在大家都在打仗 你要当逃兵吗 你要当逃兵吗 主又问我说 这不是你多少年来 行行迷迷 一直想寻找的教会 这不是你所爱的教会吗 我说实在是我所爱的教会 所以在那个瞬间 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 我柔软在神的面前 我向他愿醉悔改 我真的告诉他 主我不应该软弱 在我自己的里面 我看到了多少的弟兄姐妹 他们凭着信心 他们就站在那里 我们的牧师 我们那么多的弟兄姐妹 我非常的感动 于是那天 我在神的面前又跪了两个小时 我问神说 主啊 我能做什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愿意全然地 奉上我自己 全然地摆上我自己 就是在那天 神没有再给我花 没有再给我真理的四个字 没有 但是却奇妙地 在我的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名字 一个人 这个人是我多少年以来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姐妹 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 她也是一个很有生命的基督徒 我们之间无话无谈 然后在这个几年的交往的过程中 她让我知道她有一对 非常爱主的姐姐和姐夫 在加州归虎地区 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企业家 是在所有的企业家里最有钱的企业家 而且她们是非常爱主 真的就是可以说是一对爱主的大财主 财主这么大财主 我想到了她们 而且当时她们家 真的是没有人 因为没有人继承财产 而非常的苦恼 万贯家财没有地方放 直到她们认识了主以后 她们就把她们的钱奉献给教会 所以那天我在坐了两个小时以后 祷告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 我不知道是不是神把这个 两个人放在我的脑子里面 但是我就想到了 于是我就有一种冲动 我要说我要找我的朋友 去跟他们去来传教我们教会 这样见她的一下 我就有这样的冲动 我说我要跟她说 我要让她跟她姐姐姐夫 去讲那个事情 我就有这样的冲动 但是真的 我仍然没过几天 我就软弱了 因为我这个里面 自我就跳出来 就对我说 哎呀 她本身这个姐妹 都不是你们教会的 她的姐姐姐夫远在加州 你们的教会 人家都没听说过 人凭什么 这个难度也太大了 哎呀算了吧 我就会算了 我就妥协了 我就放弃了 几天以后这个念头 如果是从圣灵的感动 来的念头 也被我消灭了 可是真的是 如果是圣灵来的感动 我没有去take这个感动的话 神还在继续感动 她没有放手 她没有放手 就到上个星期天 我听到两个老姐妹的见证 我的心再一次被触摸了 我好像看到他们两个老姐妹 年纪加起来 她150岁的年龄 顶着80多度的酷热 在漂流着 意味在法拉圣的街道上 在一家一家的在愁宽 凭什么 姐妹我不知道 你的心有没有被触摸 我的心被触摸了 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看到我自己 当时在两位老姐的面前 我是多么多么的无地自容 我是多么多么的无地自容 多么多么的无地自容 多么软弱 我甚至都不敢开口 向我的姐妹来说这件事情 我实在是羞愧 于是那天我就重新下定决心 说主啊我要开口 无论结果怎么样 那不是我要想 那是神要做的 神要让我做的我要去做 从那天开始 上个星期天开始 我就在为这件事情祷告 我付上我祷告的代价 我说如果是主是从你而来的 你要为我开大路 我要面临过两个关 一个是我的朋友关 一个是我朋友过他姐姐姐夫的关 于是我在祷告 感谢主很顺利 我约了他星期五上 十点钟来我家 和我聊天 因为我们是很亲密的朋友 来了 在那天之前我充分地祷告 我说主话题 怎么样去开展 由你来引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上来就这样讲 我觉得也很突然 说你来帮助我给我智慧 可是在九点周冬的时候 快十点了 我反正突然出现一个问号 好像这个问号就是神给我画的 这个问号就很关键 这个问号说 为什么人家把钱给你丰收了一辆堂呢 几百万的金钱给你的教会 你的教会是在纽约人数最多的教会吗 你的教会和别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问号 第二个 你们说这是从神领向来的印象 我们不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 你怎么才能让我们知道 这个两个问题 因为结果大家也有没有想过这两个问题 当我们向别人去筹划的时候 我们教会要健堂 难道说我们的理由是 难道说我们的理由是说 我们将会因为我们的路途遥远 我们不方便 因为我们在旅馆里聚会 我们这个整天搬用器械 我们不方便 我们有困难 这个理由 说起十二号 确确实实没有打动我的心 没有说服我 所以我觉得如果连自己都不能说服 我怎么能去打动别人 当时我就在想 我要向神再要一个答案 于是我就再次的就跪到神的面前 九点多的路上 跪到神的面前 我说主 这个问号在我脑子里面 一会儿我朋友要来了 我面临的是一个船桨 你让我怎样过这两个问号 这次神真的是很奇妙 他没有让我再跪在地上 等两个小时 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所以很快很快 神就在我脑子里 给我一个巨大的启示 让我心里感到震撼的启示 或许牧师 你自己都在 引受意向 你都没有得到这两个启示 好 谢谢 真的 这是所有的建堂理由以来 我自己认为 这是最有理由的 神让我看到两个异象 这两个异象都是我曾经亲自参与过的 参与过的事情 所以神记得我参与过的事情 才启示我 第一个是第一个异象 我看到 我记得在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 当众教会都号召说 要到华盛门DC去游行 反对同性恋的时候 是那样一个呼召 我相信这个呼召是从上帝来的 可是你知道在众多纽约的众教会里面 有多少个众教会 有多少个信徒 区区只有三百人会议 可是我们纽约丰收明眼堂 我们的人数可能不是最多的 但是我们享用神的呼召 我们派出的士兵是最多的 我们派了五十个人去 这难道不能够说明 我们在纽约的众教会 已经站在了耶华军队的前列吗 阿门 难道不能够说 我们是耶华军队中的一个精锐的部队 一个重量部队吗 我们今天都能看到这些难道在天上 见察人心的神 他不能够看到吗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我们并不是一个 有什么都有的教会 他看到了我们教会的心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 愿意回应他的心 是神所喜爱的 第二个意义 因为我参与教会的媒体施工的服饰 我突然想到早在多少年以前 我们教会出了第一章有生圣经 那个时候众教会还都在用了土枪土炮的方法来重复福音 真的 这是牧师的前瞻性 我不是说牧师他有多聪明多伟大 我相信神看到了这个教会的回应 看到这个教会的火热 把这个意象放在牧师的心里面 然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 因为和我几年以前的祷告刚好呼应 2006年时候我曾经祷告我 我曾经有感动说 主啊 我多么希望将来有一个教会 能够有这样的眼光 能够用拍电影的方式 用基督徒来自己演绎自己的生活 来把福音传道千家万户 今年牧师在年初的时候 得媒体者得天下的这样的一篇讲道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讲道真的让我感到震撼 今天我们不再用传统的方式 不是说那个没有效果 而且在今天这种世代里面 神的工作要广为做 要大大的去做工作的时候 神要使用媒体 所以将这个意象放在牧师 难道不是一个超级扩展的教会吗 所以我们说这个意象是从神领受来的 神给了我两个充足的证据 今天神给我这两个证据 足以让我折服 让我真的相信这个是绝对从神来的 今天神要扩张他的国度 他要在纽约众教会里面 拣选一个教会 他要在这个纽约众教会里面 他要拣选一个 为他使用的最有力的教会 他看住了那地方 他看住了Liton Island那块地方 那块地方是神要得地为业 不是我们纽约丰收林梁桃要得地为业 是神他自己要得地为业 阿们 我们不需要再向神求把地给我们吧 不是给我们 我们不需要向神将这口 我们只需要对神说 主啊我要去做什么 你今天神在这个末世的属灵的征战中 神占据这块宝地 属灵的军事要塞 他一定要拆派 他所认为能够配得管理 配得管理这块地的属灵的精兵 他坚强了你的教会毫无疑问 当这个两个体是在我的心里面充满的时候 我充满信心 我前所未有的信心 于是在星期五我的朋友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跟他开口来分享 大家真的不知道 那个分享有多么多么有神的同在 有多么多么有神的智慧 当我的分享到最后的时候 我的朋友被深深地感动 他告诉我说 你不要有这么多的犹豫 你就是应该告诉我 我觉得我一定会告诉我的姐姐和姐夫 我相信这是从神来的 他说这是从神来的 然后他说 如果我的姐姐姐夫也能够领受到 这是从神来的 他们愿意把他们那么多的钱拿出来 奉献给教会 这是他们的福分和荣耀 当我听到这样的回答的时候 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我不知道他的姐弟姐夫 到底是跟神之间怎么样来回应 我不敢说 但是我有一点 我在给人做这个见证 大家和我都能够清楚地看到 神在我身上 在我的心里是怎么样做的 我从开始徘徊 迷茫 到想逃避 一直到冷漠 一直到再次地逃避 今天神怎么样再次激动我的心 让我重新地看到他的作为 以及有愿意全身地改善 所以我相信今天神在我心中所做的 也能够在你的心中做 也能够在所有的基督徒 爱主的基督徒的心中去做 我真的盼望了每一个弟兄姐妹 能够我们一起来 如果你听到神的声音 你听到神打仗的声音 我们在这个末世 神已经预备好了战车战马 已经预备好了洋枪洋炮 今天你我的职份就是 我们要充分地来 担起神给我们这个担子 让我们在预备这场打仗的时候 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不需要跟神在说主啊 我们需要一个教堂 No 我们需要是一个 我们能够承载一块地的荣耀的 一个属灵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够不够强大 我们的生命够不够光 够不够闪光 我们能不能我们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人家说这就是洋华的军队 你还活在软弱里吗 就像我还活在我过去的车祸 几个月车祸对我的压抑里吗 你还活在黑暗里吗 还活在罪里吗 你还活在和世界的这种联合的时候 你不知道没有方向的里面 若是有 背起十字架吧 若是你还软弱 背起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是你的刚强 若是你还活在黑暗里面 你看不见光 背起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是你的亮光 如果你真的还在世界中打轮 也来背起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能够让你与基督联合 现在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携手 让我们一起来听着神的声音 让我们一起来跟着神的意向来走 这个教会将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我们今天在这个荣耀教会的建造 是神的心意 我们要摆上我们自己 在神建造他属于的灵工的 这样一个伟大的意向中 我们要做一块砖 哪怕是一个我一块瓦 我们要对神说 我们今天明天见面的时候 我们毫不羞愧 阿们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今天神在我心中所做的 能够在你心中也做 我相信神给我这样的感动 也能感动你的心 就让我们一起来牵着手 提起我们的心 敞开我们的心 对我们的神说 主啊 当我看见你的手 我愿意与你同心 谢谢大家 忘了 这段是我一定要两句话 一个打油诗 这是我昨天晚上在神感动 我要做监睁的时候 我的丈夫也是弟兄 在为我祷告 祷告的时候神赐给他四季师 我给大家念一个 他一定让我给他念一个 与主同行 屏幕角 与主同行 让我们一起领受主的意向 与主同行 让我们的祷告 插上翅膀 与主同行 让我们一同见证主的力量 与主同行 让我们迈进神应许的地方 谢谢 这何止是打油诗啊 好